自己的人生 在自己的每一个选择之后 将会有不一样的命运 而这就像感情一样 你喜欢一个人 你却害怕不敢表白 害怕拒绝之后 连朋友都做不了 如果你表白了 对方恰巧也喜欢你 就会促成一段没有的姻缘 不一样的选择 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一定要慎重自己的每一个选择 小编所说的一切 其实为了铺垫 下面要说的一个网红 他叫张莫凡 张莫凡是微博的人气博主 粉丝数量高大 862万 除此之外 他还是美莫爱莫尔 美莫爱密斯的 非易欧 他深受粉丝喜爱 从来都不做作 你不要看张莫凡这么的成功 他曾经还是叛逆少女呢 张莫凡最开始创业的时候 是在大学里 他一边念书一边做代购 赚取了自己人生第一笔资金 虽然不是很多 但也算有了小小的成就 但是他父母却不同意 认为在念书的时候就要好好学习 不要三心二意 在一场冲突之下 当父亲将他所有的东西砸烂 张莫凡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将近一年都没有回家 父母亲的不理解 并没有打消张莫凡创业的念头 反而加深了他的坚定 他报名学习方疗班 学习护肤方面的知识 除此之外还看电商类的书 看课程 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知识点 因此获得了很多粉丝的好评 成名之后的张莫凡 有人喜欢 也有人黑他 每一条微博下面都是最丑的网红 不要丢人现眼之类的话语 但是这些 张莫凡用自己的行动来打他们的脸 张莫凡越来越努力 在2010年成立了自己的团队 建立了美墨爱墨 他身上的担子也就更多了 他不能只是为了钱 他要对得起相信他的人 然而 在此之前 他还要突破一个难关 如何才能改变网红的市场和环境 改变大家观念当中的网红 面对大环境的质疑 他说 没办法改变现状 就先改变自己 毕竟自己影响了一部分人群 如今 张莫凡非常成功 在2017年的时候 美墨爱墨尔销售额超出一个亿 一年的收入堪比一线明星 非常的成功 身边所有人都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他也从反面教材成为正面教材 经常受邀参加活动 这所有的成功 离不开张莫凡的努力 离不开他所有的选择 这一切 让他创造出了属于自己 有价值的精彩人生 这是所有网红都值得学习的地方